趁着安心雅交跳舞的空档呢 我已经溜出来了 感觉非常的开心 因为又要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新奇之旅了 大家应该还记得上一次呢 我们是来到了这个打击乐达人小黑的家里 看到很多传统的打击乐器 还有非常新鲜的打击乐器 那今天这位呢 厉害了 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类型 今天这位音乐达人 他江湖人称这个音乐科学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后面的背景 其实根本就不像一个音乐人的家里 更像是一个理工科男生的宿舍也好 或者是工作室也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隆重的欢迎他出场 有请孟琪你好 你好 大家好我是孟琪 孟琪诗人乐队电子乐手 国内顶尖电子乐器制作人 作为众多音乐门类中的小自备 电子乐应使用电子设备制造声音而得名 而正是这些 由五花八门电子元件组装而成的电子乐器 使得声音的世界更加丰富 接下来 首先登场的这一件 就很能代表电子乐器 不同于传统乐器的优势和特点 这台琴呢 叫黑肯 continuum fingerboard 这两个词意思是连续的纸板 而这台琴呢 可以用来模仿一些真实乐器的声音 例如说 这就有点像弓弦乐器的声音对不对 比如提琴之类的 还可以用来做一些真实的乐器发出不来的声音 发现这个乐器好像最特别之处在于它的触感 海绵的 软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的设计呢 这样一是为了手感比较好 因为你有一个摁压的感觉嘛 第二点呢 它是一个连续性的界面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一个音 怪不得叫这个连续性纸板 如果只是收集了一些特别的乐器的话呢 我们并不能称它为音乐科学家 那今天这位音乐达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他可以自己造乐器 作为国内仅有的几位电子乐器制作人 孟琪真正新鲜的收藏 正是他自己改装和制造的电子乐器 不过这些基本上只此一件的自创乐器 大多在制作完成后不久 就会被国内外电子乐爱好者抢购一空 我们看到的这件 孟琪花费一个多月时间改装的乐器 也已被一位俄罗斯音乐人购得 这个琴是一个美国叫Peter B的一个朋友他设计的 然后我在他设计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新的优化 现在这一台琴已经是卖出去了是吗 对这个卖到俄过去 马上就要包装翻货了 如果你觉得前面介绍的乐器过于专业 那下面这一件尚处在实验阶段的乐器 也许是在游戏中和电子乐器来自亲密接触的不二选择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乐器的新奇指数 绝对是突破了五颗星 它的奥妙就在我的手中 大家看到这个物件就是我们平时玩那种触感游戏的感应器 那这个感应器和乐器到底是如何结合的呢 听下孟琪我们接下来 你见过DJ错盘吗 Squatch 对对对我这个作品的目的呢 就是让人不接触唱片就可以错盘 使用体感游戏常用的感应器 配合孟琪自己设计的软件 逐渐下面这一段很炫的隔空打叠 就这么轻轻松松的成为现实 左手往左移的时候就相当于你把手慢慢的压在唱片上 这样它速度会慢慢的低 对直到你手对力度大到一定程度呢 唱片就停了对吧 它只有底下的盘在转 就是你前后搓就可以改变播放的指针就相当于你在搓盘了对吧 同样你还可以控制对手压在唱片上的力度然后可以搓的都可以结合下来 看过今天这些新鲜乐器的收集还有这个自己发明的乐器之后呢 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会不会也和我一样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 总之非常感谢孟琪了 也希望这些乐器能够早日的在舞台上能够看到他们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回到摄影棚继续我们的节目了 所以在这个我赶回去的空档呢我们先来听四首新歌